尊敬的 注意同修 注意護法 大家早上吉祥阿彌陀佛 今天 我在借這個共修的一緣 再一次給大家來接個善緣 希望 借這個姻緣 多給大家來學習佛法 今天 要跟大家來 講講話的就是 最近 墨學看到很多 也聽到很多 不但是我們澳大利亞 也是很多一些國家 一些同修 在這個學習佛法當中 常常遇到一些 靜緣 有時候 不知道該如何 把這些靜緣 不但不對步 不但就是不退步 不迷惑 而且在這個靜緣當中 能夠化為我們自己的功德 這個就是要跟大家來先講一講這些的問題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在這個生活當中 生在這個環境當中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種種的障緣 讓我們有時候活得很辛苦 讓我們活得好像很多事情不能称心如意的 有時候很多讓我們 我為什麼學佛有這麼多的障礙 甚至有時候很多事情都不能一帆風順 師父我該怎麼辦才好呢 像最近有一位居士 開店 建立一個公司 醫生都在這個公司裡面去操作 將近做了三十年 對佛教也常出有貢獻 甚至於有時候出錢出力 做一些 甚至於有時候把自己的生命 百分都是投入在這個宗教當中 甚至於做一些慈善的事業 為什麼呢 一眨眼整個公司就沒有了 一火一燒起來全部都沒有了 師父 我為什麼呢 我明明每天都在斷業 我明天在誦經念佛 師父 那我在這個生活裡面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考驗 讓我在這一生當中好像對三寶沒什麼信心 所以今天呢 很多事情呢 我要先跟大家來講一講 說一說 所以這一個星期的三十七年呢 我就把它改成下個星期再跟大家來講 因為這幾天呢 說實在的火龍啊 有點非常痛 再加上整個頭部一半都很痛 所以這兩天呢 這兩天呢 也都睡不好 痛到很難 那這個呢 也不代表說它是我們的障礙 所以呢 這個三十七年呢 我就跟大家改成啊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說明 尊敬的這位同修大德 我們生活在這個環境呢 我們人的個性啊 有很多種 有些人個性很固執的 很頑固的耶 你怎麼跟他講 你怎麼勸他 他都不會聽的 有一些人呢 他生在這個環境裡面 非常的自傲 供告我們目中無人 從來不看不起別人的 自以為是的 你怎麼樣跟他交流 他就不會把你放在眼裡的 像這一類的人也很多 而有一些人呢 正在這個環境很歡喜 很隨喜的 換句話說很隨緣 你怎麼對待他 他也不會跟你計較 你請他做布施來供養 他也歡歡喜喜來供養 從來不搞明文理 從來也不是為自己 都是想想把自己 能夠做得過來供養 出錢出力 歡歡喜喜來 為一切眾生來做事 也有這樣的人啊 能夠包容 看到一些人 無論人家來批評毀謗 無辱傷害 甚至來講他的一些去破壞 他從來都不計較 都是能夠來包容 從來不看別人的故事 從來不記別人的故事 都是用一種包容的心態 來看待一切事 看待一切人 像這一類的人也是很多 師父也看過了很多這一類的人 像這一類的人生活都非常的自在 生活都非常的快樂 那我們是屬於哪一類的人呢 我們是屬於哪一類的 今天我們學佛念佛 如果連一點點的事情 我們都不能包容的話 你連一點點的事情 我們都喜歡跟人家計較 連一點點的過失 你就把別人的過失 常常記在你的心上 記在你的身上裡面 那我們今天念佛 會不會有成就嗎 不會有成就的 說實在的 不但沒有成就 對你的眼情的生活 你也不會有一個很樂觀 歡喜快樂的生活 健康的生活不會有的 你天天會為了這個事情去煩惱 為了這個事情去痛苦 種種的 所以我們今天學佛 學佛就是什麼 學佛就是生活 什麼生活呢 就是把自己的煩惱 习氣 能夠在這些身上中 能夠化出 增加自己的福報 用什麼是這樣的福報 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慈悲 這樣我們學佛才不會走迷信之路 這樣學佛 我們才能夠真正走正確之路 這樣的學佛 到最後一定有一個很大的成就 這個成就是什麼 將來你離開這個世間 你會自由自在的 沒有障礙 沒有敵人 沒有煙心在主 就算有了 在你的眼前 都是 都是什麼 都是遂言的 因為你能夠把這些 順境也好 逆境也好 都是變成你自己的功德 功德才能夠幫助我們消除業障 功德才能夠幫助我們往生西方激熱世界 福德是沒辦法的 能夠真正幫助我們消業障 只有功德 你沒有靠功德是不可能的 福德是不可能的 什麼叫做功德 功就是功夫 德 什麼叫做德呢 你能夠有能力把惡轉為善 把你的污染的心轉為你的清淨性 在一切境界當中 你能夠把這個境界當作你的一種功德來看待 那你今天的功德那修得太大了 就算你沒有在那邊念經 就算你沒有在那邊念佛 就算你天天在那邊念佛 就算你在那邊天天誦經 就算你在那邊天天拜佔 你的業障也消不了 為什麼 你的功德做不到 你能夠把這個功德做得到 你能夠把這個功德做得到 就算你沒有在那邊 坐在那邊天天念阿彌陀佛 拜禅 拜佛 誦經 你的業障自自然然就消了 為什麼 因為你在真修行 你不是在落實在表面上 我好像在修行不是 你真實在這個功夫上 你在用功 這樣念佛才是真正的得利的 不然的話 那我們念佛就不能得利了 所以很多人說師父 我為什麼在這個修行當中 常常遇到一些禁言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 你看哦 阿彌陀佛因地修行的時候 他有沒有一帆風順 有沒有 沒有耶 你以為阿彌陀佛每一件事情都是称心如意的 沒有耶 你去看《五量寿經》你就明白了 你看阿彌陀佛怎麼修行的 他很多事情有時候不是一帆風順的 你看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出現在這個印度 成佛之前他也不是一帆風順 你看那個釋迦牟尼佛 還沒成佛之前 他曾經做過一位修行者 叫做什麼 叫做忍入仙人 大家應該有聽過這個忍入仙人 跟割禮王的這段故事 你看 你們有沒有感覺到一種經驗 那種割弱的痛苦嗎 有沒有 割弱啊 有沒有經過 不要說你們師父也沒有曾經 這種的經驗 誰敢去承受這種的痛苦呢 不要說割弱 那個我們的手指被切了一點點 你就感覺很痛 不要說什麼樣的 說我們的頭痛 牙齒痛 有時候有時候受不了 你看釋迦牟尼佛 你看 當他做一個忍入仙人 你看他的肉一塊一塊把人家割下來 一塊一塊割了 你想一想 全身一塊一塊的 被割禮王這樣的虐待 這樣的欺負 這樣的傷害 割禮王最後問這個忍入仙人 他說忍入仙人 我這樣對待你 你會忍入嗎 你還會厭恨我嗎 你又不要恨我嗎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來傷害你 莫名其妙 來罵你一句話 講你一句話 講你一句話 或者講你的是非 做你一些讓你不高興的話 你不會 你會不會厭恨他 請舉手 你會不會厭恨他 我很討厭你 我厭惡你 你為什麼這個樣子 我沒有得罪你 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知道你是算老幾嗎 反正一些 一些難聽的話 都是說出來的 我來到這個地方 也不是跟你賺錢的 我來做義工的 你是算老幾啊 你是誰啊 我們是平起平坐的 對不對 你做這一行 我也是做這一行 你為大眾服務 我也是為大眾服務 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呢 你算老幾啊 你有錢我也有錢啊 那比什麼呢 這個很多事情都出來了啦 對不對 這個 你有房子我有房子 你有車我有車啊 你有孩子我有孩子啊 來啊 那比什麼呢 很多事情啊 莫名其貌都會出來了 對不對 雖然你是在上面做水果 但是我也是在為大眾服務啊 反正一大堆出來了 真的耶 你想一想 那個忍入仙人 對歌力王這樣的虐待啊 那個 不是我們超 超是我們想像的 那種痛苦 但是呢 當歌力王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看忍入仙人 講的是什麼話 你想一想 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你有沒有去深入 忍入仙人 他講的那句話 忍入仙人怎麼說 我一句怨恨都沒有 我一絲毫討厭都沒有 不但沒有討厭 我回頭過來 我要感恩你 感謝你來成就我的道業 感謝你 讓我很快的能夠成道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 就是過去的忍入仙人 講完之前呢 釋迦牟尼佛 一口氣的那一段 他要断氣的那一段 告訴歌力王 不但我不怨恨你 將來我成佛 第一度的都是要來度你的 講完釋迦牟尼佛就走了 進入刀利天 本來你想 米勒菩薩是排第四的 因為這樣經界位置就換了 米勒菩薩退彎到第五 釋迦牟尼佛提前成佛 就是在印度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就是他的過去忍入仙人 成佛之後到陸月園 當他講斯蒂法都在講這個八正道的時候 這五位比丘其中一個大家都知道 焦成儒就正果了 焦成儒是誰 而且就是歌力王的過去啊 你想一想 所以 釋迦牟尼佛在修行當中 他有沒有一番的風順 沒有啊 他也沒有一番的風順 他也是經過很多的磨難 經過很多的考驗 經過很多的障礙 但是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 他把這些的障礙 把這些的禁言 不是變成他自己的障礙 而且變成他自己的力量 變成他自己的power 來增加自己的信心 來增加自己的用功 增加自己的精進 讓他更透徹了解明白 人生的事實真相 什麼人生事實真相 人生事實的真相 就是人生苦 讓我這個脫離苦海的這種的精神 更加努力更加精神 所以才會有今天的西方極樂世界 才會有今天的彌陀名號的功德 有這麼大的不可思議 他也是經過很多慢慢的累積 一步一步的累積啊 才會有五節修行成果 十節建立西方極樂世界 他也是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 那我們今天在生活這個環境當中 無論你遇到所有的境界當中 你能夠把這些都變成你自己的功德 那今天你的修行就成就了 你不能把它變成你自己的障礙 我們很多人寫佛之人就是有這種的毛病 看到障礙的時候 看到一些禁音的時候 給自己障礙了 佛啊我不學了 佛我也不念了 我什麼都不念了 你們這些人 太難搞了 講了一大堆 講了一些藉口 全部都是為保護自己的 說實在的 我們在這個人生很多事情 不是每一件事情能夠讓我任心称心如意的 不是每一件事情能夠走路很順的 有時候走路不小心也跌倒 對不對 你看 你這一生最簡單來講 你有沒有經過一個我不討厭的人 請舉手 有沒有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討厭人 不討厭的 不討厭人 不討厭人 不討厭事的 有沒有 沒有啊 就算現在有了 也不多啊 能夠称心如意的看到一些不順眼的 不多 其實呢 這些都是一種考驗 他都是我們的老師 他來成就我們的 其實你能夠這樣的想法 你所修的 那就是真的 你所遇到的 無論在什麼樣的境界當中 都是變成你自己的功德 這樣修學 我們一定要用這種的精神來學習 像阿彌陀佛那樣 像釋迦牟尼佛那樣 像地藏王菩薩那一種精神 對啊 我們在這個環境本來就是如此的 所以為什麼你看五量塑精 你能夠在這個地方修行 一天你能夠成就 你的功德超過你在西方幾個施境 多少年呢 一百年 說明什麼呢 說明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能夠把一切境界 在這個念頭當中 你能夠把它轉 一念之間你能夠把它轉過來 那你的功德超過你在西方幾個世界 所以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你要成佛只有在這個世界成佛 在三三道 比如說在天道 天界也很難 在地獄三二道也很難 只要能夠幫助我們成佛真正的 只有在這個人道 這個機會最大的機會 那今天我們有這個機會 為什麼你不要去成就呢 所以今天從今天開始 無論誰來莫名其妙 怎麼樣來對待我 怎麼樣來批評 怎麼樣的 怎麼樣來做到我們自己 我們首先要怎麼樣做呢 要跟人家廣結善言 那廣結善言從哪裡做去 很簡單 從不是 你要跟人家廣結善言 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不跟人家廣結善言 你將來往生西方幾個世界 障礙很多耶 真的耶 有形無形的 真的你要小心 而且最大的障礙 就是從你的不善的意願 衝出來的 真的耶 所以很多人說 師父我要怎麼樣跟人家廣結善言 很簡單 從哪裡做起 從布施 布施不一定要指 錢財 我跟他講 你會不會要笑容啊 用笑容來布施 你能夠做得到嗎 你看 你看你們大家在笑的時候 你看他多麼好看耶 多麼莊眼耶 真的 你看 你不相信 你等一下去看看你的鏡頭 你每天不是要梳頭嗎 看鏡子嗎 對不對 特別是女孩子 對不對 一天不離開鏡子 一天一離開鏡子 說明他已經修行成就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每個人哦 他就离不開這個鏡子嘛 看看那個 我的頭髮有沒有整齊啊 我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 反正啊 反正這些東西啊 哦 看看這些有沒有整齊 都是天天啊 這樣 你看看 當你在笑的時候 好不好看 真的很好看耶 或者當你在發脾氣 不喜歡討厭的時候 整個臉這樣羅刹鬼那樣 你請你的先生 請你太太 你把他拍起來 你去看你比一比 我們從哪裡 從這個布施下手 從我們的笑容 很簡單 你說你能不能做得到 行 有一天人家罵你 像佛菩薩那樣 像米勒菩薩那樣 還笑咪咪的 你的功德就來了 你不用去拼命 功德滋滋滋 你看我們佛塔 一進門大門 為什麼會有四天王 中間有一個米勒菩薩 為什麼放在大門口呢 比如說 像師父的道場 像師父的道場 一進門 其中間有一尊米勒菩薩在那邊 米勒菩薩 會不會放在那边 就是告訴你 一進門你要晃晃晤晦的 諧革佛要晃晦晦的 諧革 human 不要每天諧革佛 好像 внут Tucker 很緊張 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有時候真的就做不到 你看看到彌勒菩薩那個臉 度量很大 能夠包容一切 所以布施可以從這邊開始 從你的笑容 無論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歡喜也好 不歡喜也罷 痛苦也好 快樂也罷 逆境也好 瞬境也罷 無論你能夠還要常常笑咪咪的 你可以俯仨 你看釋迦摩尼佛49年 你看他走到哪裡 度化眾生 無論在什麼樣的境界當中 你看釋迦摩尼佛的 他的臉都是微笑的那種臉 釋迦摩尼佛從來沒有像羅查鬼那樣 沒有啊 真的沒有 釋迦摩尼佛雖然不講法 有時候他沒有在講法 其實從他的這個表面上 都在行布施 你看那個佛像 你看我們的佛像那個大殿 你看那個佛像的臉 都是微笑的 他代表什麼 叫你行布施 布施嘛 第二 用什麼方法 用你的真誠心來供養 用你的真誠心來布施 無論這個人怎麼樣對待你 無論那個人怎麼樣來侮辱你 你都是用你的真誠心去對待的 你想一想 包容 禮貌 關懷 協助 用種種的 用我們的能力去布施 哪一個人能夠跟你置業而營呢 哪一個人不歡喜你的呢 廣結三年其實很簡單 只是我們肯不肯做而已 全部都在我們的生活上的 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對這個方面修學佛法 以為認真 我今天學佛就是要念經 很多人也有這種人認為 我學佛就是要念經 早上念一部 中午念一部 晚上念一部 有時候甚至在念經的時候 看看佛像 佛有沒有看到我呢 念經好了 又跟阿彌陀佛講 阿彌陀佛我很聽話 很聽話什麼呢 我天天誦經 阿彌陀佛需要你聽經嗎 很多人就是這樣的 學佛認為都是念經的 所以天天拿著經本 走到哪裡 經本拿到哪裡 只要有機會 就是開始讀經了 跟阿彌陀佛說 阿彌陀佛報告完畢 就是有這種的心態 就是這樣 我念佛 今天我念了一萬聲 阿彌陀佛我報告回向了 感覺跟阿彌陀佛讨功 我很用功 我要怎麼樣 阿彌陀佛需要你念佛給他聽 阿彌陀佛需要你念經給他聽 不需要的 因為經都是他講的 佛號都是他自己的 他還需要嗎 不需要的 佛的需要是什麼呢 你能不能把這些教課 落實在生活裡面 那個才是真正的學佛 不是像這樣的 我們現在很多人 搞到現在學佛 讓人家認為 學佛念佛都是迷信的 都是消極的 你要度化別人 首先你要怎麼樣 讓別人對你有相信的 廣結善緣 我們一定要從哪裡 從這個地方做起 你能夠這樣羞恥啊 走到哪裡 就算你在這個生活裡面 遇到一些你不如意的事情 或者你所講的逆緣 你也不會被這個逆緣呢 當作你變成你自己的障礙 為什麼 因為你會認為這些逆緣就是你的老師 他就是來考驗我 他就是來幫助我 讓我這個成就 這個就是真正 學佛最大的好處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學佛不代表 你今天唸了多少部經 唸了多少句的佛號 拜了多少的佛 不是代表這一個的 學佛的代表是什麼 你能不能對人對事對物 你把佛陀的教會 應用在這個生活裡面 能不能把你的煩惱化出你的智慧 把你的習氣變成你自己的福報 把你的業障變成你自己的力量 這樣學佛才會有一個得到的好處 所以很多人說 師父我們的信願要從哪裡建立來 從這個地方建立來的 這個啊 真的啊 你看那個過去 我們有聽過我們師父上人講一個故事 他說有一個人得了癌症 他得癌症喔 你想一想 得了癌症很痛苦耶 真的很痛苦啊 人在環境在這個時尚 沒有人願意生病的 沒有人願意生病 因為生病很苦的 所以很多人說 師父 我裡面在這個生活當中 過得簡單一般 他們千萬不要生病 病是假的 痛是真的 真的啊 你想一想 你說頭痛 頭很痛 他很痛苦耶 真的 但是呢 你不能把它變成你自己的障礙 變成你自己的障礙 更加痛了 業障更加深入了 你看喔 他天天拜佛 他拜得很辛苦耶 天天拜佛 發怨 我一天要拜爸爸 剛開始沒辦法達到 每一次要拜佛的時候 他很痛苦啊 太痛苦了 到最後 因為他的信心 對三寶的信心 對阿彌陀佛的信心 他的力量慢慢的增加 所以他能夠達到他的願望 每天八百 沒想到你看 拜了一段時間 突然間他的汗流出來的汗 都是黑的汗 而且黑的汗都是很臭的 真的耶 當他汗流下來都是黑的 當他汗所聞到的就是臭的 別人都聞得到 他自己聞不到 讓他更加的信心 我們今天呢 當你遇到這些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這種的精神 來障礙你 不會的 所以我常常講 我們今天學佛最大的障礙 不是外面的這些貪嗔是脈 不是這些的自私自利 或者這些的煩惱 種種的 最大的障礙 我們今天學佛的人就是什麼 對三寶沒有信心 我們一般講的就是 對三寶有懷疑 懷疑就是我們學佛的人最大的障礙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看我們這一部弥陀經裡面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三之兩你必須要去記住 首先第一條經叫你要信 為什麼要信 要把你這個乙能夠劃掉 劃出 你才能夠進入 所以每一部經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經 一定要從魯士我文開始呢 就是教你要先建立你對三寶的信心 你如果對三寶沒有信心的話 那其他就不用免談 你就不用講了 因為沒用 所以一切法都是以信為入 你沒有信對三寶對佛的教誨 你都沒有信心的話 我們怎麼能夠入門呢 那是不可能的嘛 那現在我們念佛有沒有真信 也不一定 我們今天在學佛有沒有真信 也不一定 今天我們只是因為 念佛不錯 當你遇到境界的時候 你還會對三寶有加心嗎 你還會對三寶有信心嗎 就算我們遇到這些境界 我還對三寶有信心 你那個信還不是真信 所以很多事情尊敬的 這些同修大德 我常常講的 學佛都是在生活抹煉的 在生活裡面能夠融合而已 能夠深入 把這些的障礙 變成自己的力量 你要記得 將來我們遇到什麼樣的境界當中 它都是你的力量 讓我更瞭解 讓我更加信心 我今生選擇念佛法門 我這一生選擇了生死出三寶 更加的信心 讓我明白這個人生是苦的 讓我更加這一生 發願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更加的用功努力 如果我們用這樣的心的精神來想 你想一想 我們學佛的人 我相信 你念佛這一生 不但將來會有成就 而且將來會幫助很多人 真的耶 真的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 其實做在我們的眼前 自己沒有去發解而已 所以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簡單給大家來分享 真的來做一個分享 我們學佛 如果在表面上下功夫呢 那你所學的東西 你就不會得到了 你只是跟阿彌陀佛借個善緣 修一點福報而已 真正能夠了解 幫助我們了生死出善解的 那是給幫不上忙的 能夠幫助我們真的解脫了生死 靠的就是你那個功德 剛才我講 功就是功夫 什麼功夫呢 你能夠斷惡修善 你能夠把這些污染的心 從你的身心污染的這些 能夠成為變成你自己的清淨心 把這些的內言變成你自己的功德 這個才是真正的功德 那你這一生當中 念佛往生 那有把握了 隨時隨地 什麼時候走 你就有這個能力 什麼時候留 你要留多久 你還是要留在這個世間裡 多長時間 你有這個能力 你也不想再留了 你想要馬上走了 你也只有能力 自由自在的 都能夠自己做得了準 這些都是靠自己 慢慢累積 一步一步的累積 來修行 那關鍵在哪裡呢 關鍵在你的忍辱 關鍵在你的忍辱 一切法得益忍 只有忍辱 才能夠提升你自己的境界 你沒有靠忍辱 你的境界無法提升提高的 你要明白這個道理 記得我們學佛的人 或者我們念佛的人 你沒有忍辱 你是沒辦法提高你自己 你就是永遠在那個程度 只有忍辱才能夠幫助我們 那忍辱又從哪裡下鎖了 這個看個人的功夫了 因為每個人呢 我相信 都想要修忍辱 在修行當中 你好像好難啊 逆境來的時候 控制不了 發脾氣了 進來的時候 控制不了 開始討厭了 那怎麼辦呢 那你其實從哪裡來 從忍悔 忍悔的力量 忍悔的力量 有一天有人罵你 對 該罵 有人在批評你 該批評 有人在說你的時候 沒關係 有錯改則 沒錯怎麼樣 好好進步 這樣 好好用這種忍悔的心 忍悔的心 不斷的用這種的心 用這種的力量 來幫助我們 這個 就是一種經驗 給大家分享 所以最近 師父遇到一些什麼事情 都是用忍悔 身體不舒服 忍悔 人家突然間 一些 傳一些話 沒關係 忍悔 把忍悔的功德 通通回向給他們 最後 回向給自己 回向給自己什麼呢 祈求 三保 諸佛如來 來加持 讓我這一生 能夠把我的願望 能夠做個圓滿 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 世界上都是假的 真的 生不得來死不帶去的 沒必要去計較太多 最主要是什麼 你要計較什麼呢 你要計較這句阿弥陀佛名號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沒有成就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有没有跟阿弥陀佛是一樣的 那個才是關鍵 其他的虛源 學習功德 不要去計較 真的阿 這個就是中風果師 上次我們學習的 為什麼教我們在生活裡面 去考驗 去磨練 去鍛鍊 去成就 因為他都是你的老師 他們都是你的老師 如果你這樣想 我相信我們修寫一定會有成就的 所以今天我簡單給大家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你要記得 不要把你的靜緣 所遇到的變成你自己的障礙 你要記得 你看我們的六根接觸六層 你所接觸的外面的這些的境界 你所看到 所聽到的 所感受到的 你不能把它變成你自己的障礙 你要變成什麼 變成你自己的power 變成你自己的力量 什麼力量呢 把這些的變成你自己的功能 這個就是我們學佛的目標 無論人家怎麼對待我們 無論在什麼樣的生活上 無論是怎麼樣的境界當中 從來不怪別人 從來不記別人的故事 通通都在回到自己 把自己的這些回縮 變成自己的什麼呢 變成自己的功德了 那你今天休息那就成就了 因為我們在這個生活當中 很多事情有時候 能夠称心如意不多 那怎麼辦呢 那好好了 因為我們有一天 會離開這個世界 當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不要突然間這個靜緣 障礙的是我們 我們有這個能力去化解 因為你慢慢累積 一步一步的累積 一步一步的去放下 一步一步去修行 當這個靜緣在你的眼前的時候 當天臨終的時候 業障現前了 他也不會來障礙你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臨終的時候 最主要的那一關頭 如果被這些靜緣一影響了 被拉得走了 那慘了啦 念佛這幾年功夫 那就白費了 真的耶 你現在以為我今天念佛的不錯 因為現在你的燕心在走還沒早上門 當他早上門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才知道 什麼叫做苦啊 這個真的 所以簡單給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們下個星期 這個禮拜三、禮拜五、禮拜天 再繼續給大家來學習 地藏經、認識佛教 還有三十七年的中風果實開示的 那一些重點的主要性的大義 這個星期呢 師父跟大家請假 今天如果有講一些不對的地方 我先講一些以緣不善的 希望大家多多批評 我們要像米勒菩薩那樣 學佛走到哪裡 要像什麼呢 像米勒菩薩那樣 米勒菩薩你看得了 笑咪咪、歡歡喜喜的 來看這個人間 歡歡喜喜的是對人、對事、對我 反正每一件事情 你要歡歡喜喜的 你這樣學佛會帶來什麼呢 給人家信心、給人家歡喜 這樣那對好了 所以很多事情看開一點 什麼都是假的 看破一點 放下一點 因為什麼都是假的 什麼都帶不走的 能夠帶得走是什麼呢 我們的功德 我們這句免好 好 謝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 我們下個星期 禮拜三晚上 禮拜五晚上 還有禮拜天 再來繼續給大家 學習地藏經 還有三世信念 還有認識佛教 好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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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